因為空中跟海域的那個散播點 本來就不一樣嘛 所以海面六個小時可以理解啦 不過他不是只有通知台灣 還有日韓 甚至還更多 只要有飛到這個空域的 都有通知 都有通知 那主要的爭議點是 他這個進行區是在我們的 防空識別區內 那其他國家事實上 以前也發生過 其實我們應該問的不是這個問題 因為按照相關的國際規則啊 他前三天通知 那只要跟各方協議 因為真的有東西要掉下來嘛 所以總之是一定要處理的 那只是說大概要多長的時間 那大家可以溝通一下 那事實上是大家溝通之後 變成空中27分鐘 那海上是六小時 這是大家的共識 對這個不是只有跟台灣談的 不是因為台灣去抗議就變 我們現在的宣傳變成是這樣 就是說台灣去跟中國大陸抗議 中國就 好好好三天變成27分鐘 那其他國家都沒有意見嗎 當然不是這樣 這個我們就不管了 那是交通部的新聞稿啦 比較值得耐人尋味的啦 是為什麼以前都沒有 對這就是以前沒發生過的事嘛 所以大家覺得有可能嗎 以前也曾經過有發生過這樣事 你認為有可能都沒有東西掉在東海嗎 而且這麼長的時間 還是沒有距離台灣這麼近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以前是刻意避開啊 就是他選擇的地點是他可以選擇的 對啊 那這一次就不必了啊 該掉哪裡就掉哪裡啊 我當然這個 這也是一種說法啦 那 就是最近他有一些動作給人家的感覺就是 不懸場 就是不讓了不演了 一切都照規定 公事公辦 對對對就這個味道啦 比如說福建海事局 他也公佈了台灣中北海域 去開往這個大陸的船隻他可以領檢吧 那時間也是三天 那事實上他沒有實施啦 可是他還是公告了 公告了就是說 理論上他可以做 他把它當成常態 他把他當作內海 所以他事實上也把你的風空識別區視為他的空域 內空 就是這個味道啦 那最近當然還包括商務部嘛 就是對過去有貿易壁壘的東西 他要實施調查 所以就是給人家感覺 所以這是一整套的 給人家感覺就是他以後對台灣就是 沒有特別的政治考慮啦 就是有關政策的部分就公事公辦 就是我的國內法 因為他視台灣為他的一部分嘛 所以他就按國內法規處理這樣 所以包括了這一個 海事局所說的海上的船隻的這個檢查 以及這個禁航區裡頭的這個相關的規定 還有接下來商務部的所謂的貿易商品的貿易壁壘 這都是代表中國大陸未來對於台灣的這個處理 我跟你講這個在策略上 這個策略上的差異是什麼啊 就是說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實質在管轄權上是一中個表 就是他會尊重大陸地區跟台灣地區不同的法律體系嘛 那現在你民進黨既然不承認一國兩區或九二共識嘛 那我就直接按照我PRC的法律來執行嘛 就是這意思 就不再給你特殊化待遇了 就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體系來執行的嘛 所以真的被視為國內了 對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概念 對吧那台灣老百姓自己去判斷嘛 是一國兩區一中個表 台灣空間大還是他直接按照國內法來執行 空間比較大嘛 那民進黨抗議啊 可是你沒有你沒有辦法阻止啊 因為事實上進行區你如果要阻止 你要用軍事阻止 然後FlyZone本來就是 這個就是如果是不可不可抗議啊 那其他國家都遵守 你也只能夠follow嘛 那其他國家才不管你 你們是什麼關係啊 其他國家根本不在乎 兩岸是國際還是國內的關係嘛 他要的只是自己本身的安全 那還有零檢 為什麼他現在 因為他按照國內法本來就可以零檢了 所以這個進行區 你講其他國家根本不會管說 這個進行區這個範圍內 是台灣的這一個航空識別區 理論上是應該由台灣來發佈 還是由中國來發佈 當然是中國發佈 因為不是你的飛行器嘛 是誰的飛行器誰發佈啦 這並不是台灣的 可是就是說以前 他是不是會避開 因為是調到你的識別區嘛 那他以前是不是就可以 會調整讓他是落入自己的識別區了 這個就是耐人尋味的地方 他現在把你的識別區視為我的識別區了 就是不管啦 給人家感覺啦 不然以前為什麼都沒有 比如說從馬英九 陳水扁都沒有啊 去夜裡或是一檢查 去夜市 來自來自行倉 的地區